不知道大家有否玩遊戲 在千禧年時代出了一個遊戲叫AOE2 是一個戰爭策略遊戲 裡面只要在checkbox中打一句說話 就會搓出一件法寶 變成無敵不死身 那句說話是甚麼呢 我知道 How do you turn this on 從電玩世界來到真實世界 Donny打了這個How do you turn this on 連一部真車都藏起來 我們真是很厲害 大家都看到我們今天試駕這部 Shelby AC Cobra 我承認的我從小都是這部車的車迷 歷年來都珍藏了很多不同的舒適 其實為甚麼呢 我又不是有夢想駕駕它 我真是喜歡這部車 我儲了很多這部車的模型 無論1.64至1.12 1.8 我通通都有 我是車迷來的 但我們今天試駕的車又不是真的 我們今天試駕的車是Rapica 因為原裝正版的Shelby Cobra 真是粉紅色的可以不可求 很恐怖的藍心 那些全部都是博物館級 珍藏級 根本不會拿出來出街 香港更加 絕無更有 究竟這部是甚麼呢 這部是由Desk廠出的Rapica 是英國的 現在這部廠變成地利是 這部車是74年出廠 輾轉反折就十年前來到香港 補充一點 Shelby AC Cobra的真身 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學問 我想我們的影片三小時都未必講得完 不過也要跟大家簡單講解一下 其實為何會有一個Shelby AC Cobra出現 大家一定看過福特決戰法 我又看過 對 裡面Mac Damon飾演誰 Carol Shelby 沒錯 Carol Shelby 當年他接了福特的工程 發展的GT48 不過跟福特的緣份結束 其實更早點就是Shelby Cobra 他講回自己有自傳 他是大戰後退役 然後他回到美國重商駕駛賽車 那麼就開車有成績 還要被Ester Martin招攬了 做職業賽車手 廠隊 做了Ester Martin的賽車手 其實戰績標柄 在1959年他開著DBR61 贏了利曼冠軍 DBR61 我也認識 後來有買模型 他開了賽車這麼久 他發現當年的賽車 很多都沒有歐洲車 即是同時兼備歐洲車的操控表現 又有好像美國V8那種可靠性 開始想不如我自己弄一架吧 連名字都想起來 他就說自己發夢的時候想出來的 就叫做Cobra 適逢當年英國的ACCast 就沒有了引擎供應商 Shelby就想機會來了飛雲 所以他就聯絡ACCast 跟著就跟ACCast一拍即合 他回到美國那邊 就開始找引擎供應商 又跟Ford談談 Ford願意給它引擎 終於就搞了一個ACCobra出來 簡單來說 跟很多著名跑車廠一樣 創辦人都是一個車廠 一個喜歡追求速度 追求性能的電腦 是這些電腦才有這些夢想 他做夢就做Cobra 我也要做夢 說回Cobra其實是在1996年開始生產的 當年就是第一代 1963年開始已經轉了第二代Mk II Mk II其實只是改了軚箱和軚濕 而去到1965年就推出了Mk III Mk III就是大家最熟悉 我亦都是因為Mk III而著迷 為甚麼呢 因為它有WIDE BODY設計 還有外置超粗四翼喉 就是超型超型 外置四翼喉是獨有的427427 427為甚麼呢 就是4270立方寸的引擎 換算是7公升 7公升V8引擎 不夠勁也不行 當然啦 那時候美國的油好像水一樣便宜 最簡單要令到性能提升 就是大CC 總之我的引擎倉放得多大CC都沒問題 提到AC和Shelby的關係 坦白說我真的無謂請應 我真的不是專家 美國熱血的Donny說會比較適合 其實Mk I至Mk III的Shelby Cobra 才是最多人收藏 雖然它在1997年後 路律律律律律開始黃色 Yunki 但都不夠Mk I至Mzk III那樣了 因為當年的產量很少 Mk I至Mk III加起來是1000架 都是9900架 當中只有90幾架 在英國製造AC製造的 至少900架 tast亞美美國製造 當中427最經典的道理 只有315架 簡單說 Titan 還是美國用車 如果是AC的便是英國車 沒錯 但仍然是很 rare 對 價錢相當難聽 先派他們早10年8年左右 已拍賣了一號車 第一架Shelby Cove 知道多少錢 三百萬港幣 一千三百七十五萬美金 不是嗎 對 過億 整億港幣 總之Mark 1至Mark 3都過百萬港幣 幾百萬港幣隨時都要 所以有Repica 難怪有那麼多Repica 我要Repica 這真是遙不可及 一億港幣 所以有傳說Repica的數量多很多 以後春筍全世界都有人做Repica 因為原裝實在遙不可及太貴了 是 是 是 難怪你這麼說 沒錯 我們今天測試的 真的不是一部真真正正的AC Cobra 它是一部仿製品 我自己隨意打AC Cobra 自然在Google會推出很多Repica公司 關於Repica的配搭 真是超級花多眼亂 不同的底盤 不同的懸掛 不同的引擎 不同的波箱 甚麼都像砌模型 究竟我們今天這部是甚麼來頭呢 剛才說過這部是Desk的出品 它是獨立懸掛 Coin Over Suspension 但有些古怪就是它的尾懸掛 是用Shelby Cobra從來沒有用過的Dedeon Exo 即是半獨立式 還有這個鋪器是放在外面 的引擎呢 這個引擎呢 雖然這部車本身 Desk叫做Cobra 427 這個只是名字 不是427不是427立方算 而是408立方算 即是67cc 這個引擎也是改裝引擎 根本Ford沒有使用408 它本身是用351立方算 即是5800cc V8 加了一個改裝Kid Stroker Kit 加上一個四級發熱器 令這輛車的馬力大約是450匹 550Nm 真是不少東西 具色的這些筷子V8 駕駛起來也有獨特的韻味 雖然這輛車不是百分百是真身 例如車殼 Mark 1和Mark 3都是用鋁合金車殼 這輛是一輛纖維車殼 但車架結構亦相類似 都是走Leader Frame 加上鋼管式車架 同樣都是走雙妖備 駕駛起來應該有它的態度 沒錯 這些V8引擎 人人都說煲水聲 這輛真的厲害 待會撻車給大家聽 雖然是Repica 但這輛車的車廂佈局 這輛跟真的427其實沒有大分別 都是一輛兩座Broster 它並不是一輛開篷車 因為只有開篷不能關閉 車身上有些小馬 並非讓你貼上軟伏 貼上甚麼呢 就是貼上一塊鏈 當你駕駛好車時 你便可以駕駛到中控台 遮蓋中控台 這輛駕駛起到防導的作用 上下這輛車看起來相當輕鬆 實際上原來是另一回事 開門已經是第一個難題 門內不會見到任何門抽 一定要在車內才能開到 你見到開啟角度也大 門檻又窄 有多難呢 第一個要面對的就是你旁邊有一條很粗的死氣喉 冷車時還好 熱車時你穿短褲就死定了 第二件事就是這個軚盤 與這個坐墊的距離是很小的 變成我的腳很粗 第三件事就是這車殼是一個纖維的車殼 借力的地方不多 車主教了我 這裡是可以駕駛的 這裡是可以駕駛的 首先我也要找位 很難 插著左腳進去 接著你看看是卡住了 然後再找另一個借力軌 這裡再找另一個借力軌 然後你的右腳一屈 滑了 滑了 滑了下去 坦白說 比起Lotus 比起K2ham Contage 新近的跑車 這輛難得多 另一件事就是駕駛的紙 這個重量大概是甚麼呢 有沒有試過舉背 大概舉200磅拉的感覺 我想一會駕駛上來應該相當刺激 還有要扣上四點式的安全帶 開車 我不知道我有沒有機會駕駛到 真的AC Shelby Cobra 但坦白說駕駛到Rapica 我都很開心 而我相信一個Rapica和一個真正的AC Shelby 駕駛下去 我相信我估計只有20%的分別 另外20%是血統上的分別 肉體上是未必駕駛得到的 駕駛著這輛 我也有很多駕駛古靈精怪古董車的經驗 但我真的從來未駕駛過這輛車 駕駛了進去 我剛才提及過 就是Galaxy非常之重 在慢車起步時非常之重 但其實你走順後 它又變回正常 因為BOOM出了手 幫幫力 是起步辛苦而已 但其餘的東西不爛 當然這輛車沒有豐油軚 轉向是重的 但相比起我上次試駕駛GKL 其實它是輕一點的 似身式的轉向系統 不是走豬式的 它是準的 沒有甚麼虛偽 但你說軚感是否很直接 這輛車絕對不是 我駕駛了一段時間 我大概形容了甚麼感覺呢 就是我好像被一整份機械包圍 一整份機械包圍的感覺是 例如來自機械的轉向系統 全機械的懸掛 很純粹的車架 很舊式的引擎 排氣系統 各樣各樣的沒有冷氣 所有東西都是 我好像被一整件機械包圍 而這種機械感 是傳遞到我的手 傳遞到我的身體 傳遞到我的腳 我的耳朵聽到的 都是一些很原始的感覺 四百多匹的馬力 五百五十多牛噸米 即是不是很快的 但這輛車 這些筷子這輛機器 瘋的地方 就是它的扭力很恐怖 這輛車是五前速手波 正規來說 當時的Mk III 應該還是走四前速 但它的扭力實在太豐富 其實我不需要監察轉數鏢的 這輛車 因為它基本上 波一波都那麼好力 現在五波踩下去 嘩 又走 真的很神奇 而這種神奇的感覺 現在新的機器 是無法給予你 最佳上它是走化油器 你給力那一刻 始終有一刻霧化 再燃燒 再塞進燃燒室內 那種的小小的詞 現在這些走矮的車 是不會有的 是一種很原始的感覺 純粹以速度去論 這輛車不會給你很大的刺激感 但你會很想克服它 因為它無時無刻 這輛車會給你感覺 是它比你兇兇 你會駕駛不動 你做錯事 這輛車尾巴會搬 你會駕駛得很緊張 很刺激 以這種緊張刺激 亦都是駕駛這些舊車 應有的態度 輕鬆鬆 我告訴你 這輛車駕駛得輕鬆鬆 騙你了 再加上它的避震 其實很軟的 它的椅子幾乎沒有任何軟墊的乘創 它的硬度每次都直入 比我上次駕駛的SGO更恐怖 但我覺得很值得 因為這些就是駕駛舊車的原始風味 新車是給不到 就像你現在玩黑膠唱盤 你明白就知道玩甚麼 又要設置唱盤 又要設置唱備 又要買很多清潔的工具 但播出來依然有炒豆味 你會問甚麼 不如聽數碼音樂吧 例如現在價格電話也有拍照的功能 你為甚麼要買一部Leica 列上對焦 還要手動 又要下下拉雞 攪拌一段時間才拍照 價值是來自操作時 它帶給你的質感 你擁有它帶給你的滿足 現在這些高科技的車 是不會給你這種感覺 我只會認為是一個交通工具 快和慢的定義 這些是真正的汽車 我今天就不說那麼多 我交給Donny 便會做更深入的探索 Lawen 送了你駕車感受 讓我來講一些機械事物吧 很多人都會問為何地國人 那麼喜歡玩舊車 玩一些軟件呢 V8 行筷子幾 真是很古舊 車知識的人說它是化石 沒錯 就好像這輛車 40年用這輛引擎已經轉過很多代 由當初走發酵器到電子發酵器 然後走TBI到最後走MPI那種 其實這麼多年 所以衍生到這輛引擎 其實很多東西共用 很多百搭的70年代的引擎 背80年代的科獎沒有問題 所以它會衍生到很多容易改裝的技術 用了四十年什麼都有 還有這些引擎 真是美國人的 它的鋼水真的很厚 隨時波大直徑沒有問題 換Crensharp 加上Supercharger 變得超級增壓的 達到六七八匹都沒有問題 所以令到美國那種文化 這麼喜歡用V8 因為它的踩聲有這種煲水聲 例如現在給一下油 這種聲音是美國引擎 不是獨有的 但是它是特別響 為什麼呢 因為它用了一個叫Crossplane的Crensharp 就是90度分隔每個活塞和年光的位置 這個其實設計是有些不好處 要加很多counterweight在Crensharp 才能令它Smooth 但是因為有這麼多重量在Crensharp 它走起來會特別高低扭 另外這個引擎的Crossplane設計 令到它的點火次序是不平均的 所以會做到這種煲水聲出來 大家知道V8是分開兩排的氣缸 最好的就是左右左右左右 不斷煤沙加速點火 但是因為它的90度設計 每90度連接一個活塞和年光 它的點火次序其實不是左右左右 而是左右右左右左右左右 總之突然有一下是在一邊出兩下 突然在這邊出兩下 有另一邊就脫掉了 所以有一點像是懂得打鼓就知道 有一點像是脫掉了一邊 突然爆發聲就打了這邊 兩條C一喉 它做出的頻率 不是一個很… 梅花間足很有定律 所以會做到這種煲水聲出來 這種事就令到美國人覺得很著迷 所以它將錯就錯 就繼續用這個Cross-Train 再說回駕駛這輛車的感受 可能有些人知道我其實在美國生活過 但我在美國不太喜歡駕駛美國車 因為它那些大牛龜有食油 就未試過親身感受到 這種V8引擎盤化遊戲那種很Raw 有種很直接的感覺 尤其是放在這輛這麼輕的車上 只有一堆油 那種完全感受到引擎運作和波箱 如果我有錢我可能會買回來 即是不用快的 只是好像玩蝦你 你聽這些聲音 去一個巡遊遊車學已經很開心 今次的影片差不多了 到這裡 喜歡我們的Cross 我們 按下訂閱和鈴鐺 我們有新影片就會通知大家 最好是做Superdance Team 支持我們 大家每個對我們的小小支持 都對我們有幫助 今次又有排尾 下次再見 拜拜 解釋... 親自音箱